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现在这个疫情可以说已经完全转型了 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强调、隔离、疫调、清零不再是这一套了 因为一方面已经做不着了 二方面呢 也种种的环境因素 也到了应该要转换模式的这个时机了 当然这个所谓种种因素也包括 这个陈时中可能应该要摆脱这边的那种束缚去竞选什么了 虽然他没有明白说 所以这要转型 这个也是事所必然 那么在这里我们使在意 这要我们的心态也要转过来 这一方面就是正常生活优先 防疫放在第二 然后呢 虽然放在第二呢 那怎么防疫呢 已经不能靠政府 要更多的靠自己 因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这个由这个清零 这个隔离疫调清零的转为 与病毒共存的 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 不能一下子 像香港 甚至像上海 那要做好准备 可是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我想没有 比如说只收治重症 清症呢 都居下自己管理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这个 线上面的诊断开药 然后就由这个 药局负责送药 药局有那么多人力嘛 那这个里长应该要参与 这个怎么样的工作分配 这个做好了吗 还有这些治疗清症的那些药 有够吗 好像只有一两万 目前只有一两万人 人分 只有一两万 这个如果一爆发就不够 而且那些药也很贵 那最近陈时中说了 中药新冠一号 已经行销五十股 因此呢 我们台湾也可以用 如果你确诊清症 你经过那个线上面的混诊 你想要用清冠一号也可以提出 它可以通过中医的参与 也可以就提供 那这样子做我想我猜了好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的药品本来就不够 所以这个既然有效 要不要参加 因为这个西药 比这个清冠一号价钱六倍 是清冠一号的六倍 是清冠一号的六倍 好 于是 我家附近 从这个建国南路右转到新海路 那个 那个 撒斯比亚大厦 下面就有一个中医 它门口就贴出来 我们今天有准备新冠一号 你只要是找它诊断 它就可以给你看 这个我还没空去问 你的面板一块都 一平多少钱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自己 要做点准备 那又有一个医生说 到这一个阶段的时候 每个人家也要准备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快筛计 现在那个政府也开始 要快筛计国家队 要征用民间的压低价钱 现在一级三百多块 太贵了 它的成本只有五六十块 这个可以用公费 但是 在这个还没有成为四十的时候 我个人 我最少先到家房买了十两两盒一盒 这个五级 先买十二在家里放着 不想什么时候都用到 第二个就是学养基 学养基 你学养基 育成基 那家里要准备这两个东西 好 那再来就准备 那个新冠一号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据说 新冠一号对于亲症 是很有效的 当得要在第一时间 你发现一颗服用 大概五天内就好了 三天到五天就会好 好,这个是反求救济 反求救济后其实最后最重要的 不能靠疫苗,不能靠药 就是靠自己的免疫能力 自己的免疫能力 所以要睡够,要吃好,要心情开朗 心情要快乐一点 要进人事,所以该准备的准备好 对不对 跟大家共勉 好,至于我们的课 会到什么时候就不能上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看的办法都不瞧 那目前呢,我们还可以 顾解上一上 对不对 学士有心理准备 好吧 好,我们这个一三讲 讲的是自尊与爱的正邪辨证 好,我们上个礼拜就通过 好,下面的一个图 下面是负的 这个是自尊 这个是爱 好,我们呢,设计了 这个很科学的 这个符合知识的规格的方式 我们设计了一对一对的概念 对偶性概念 很清楚的区分座民 座民自尊 当然我们是用了一个发展 这个自尊与爱都是生命的能力盘 而生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好,所以呢 自尊与爱的表现 也是一个动态的表现 好,这个动态呢 都可以区分出 这个人生的正命跟福利 那合理的时候 有正面的基础 就是往它永恒的 这个理想方向的提升 就要下学上达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用了一对的概念 叫做肯定和否定 那说明在这个动态的成长发展中 它的出阶跟进阶 出阶用的是纯指定式 可是往进阶的时候呢 它会进阶的过渡过去 由纯否定式过渡到肯定式 肯定有自我肯定 否定是一种 自若的生命的自我保护的表现 那如果不能够很顺利的这样过渡过去 它就会掉到负面 主要就是人从自若的状态 自我那个自由无心心与生俱来 但是自我意识 就是能够觉察 我有一个自由无心心 这个叫自我意识 它会慢慢的萌芽 随着人的长大 这无可避免 一定自我意识慢慢的呈现 呈现以后人家有了自尊心 有了自尊以后呢 就不能用纯否定式 一定要改用肯定式 那如果不能够过渡过去 这个自尊呢 就会成为脆弱的自尊 很容易呢 受到外在的伤害 它的纯否定式不够用 挡不住了 于是会导致自我的受伤 导致自我受伤的时候呢 它就颠倒过来 那它怎么样来挽救 它受伤的自我 怎么能够得到肯定呢 它不能同意在 生发出那种 这个自我的力量 自我肯定 它就原用那个否定式 但是不是被动的 有人来惹我 我才拒绝 而是主动的去批评 主动的去压抑 于是构成与人扬起 构成与人呢 去做种种的竞争 从竞争中迎过别人 来得到自我存在感 于是它的自我肯定 是要辅助伤害别人的宅侠 这个时候就成为矛盾的概念 就是积极的 主动的否定式 主动的否定式 不是被动去否定 而是主动做人来批判 所以爱骂人 爱批评人 因为就逻辑的角度 批评者永远被比 比那个被批评者 高一个诚实 好 那我们呢 另外呢 用了另外一对概念 来说明爱 就是被动和主动 同样的在它出阶 是用个纯被动式 也就是小孩的感情生活 是以被排位置 在这里呢 它的撒娇 讨爱 要求 是合理的 因为它是小孩 根本原因是因为 它的自我意识 还没有人的浮现 还没有自尊心的要求 当自我意识 自然浮现的时候呢 伸手更讨爱 太丢点 所以它必须呢 要逐渐呢 过渡到 那个不动式 所以 人者一成年 二十岁以后 都应该 抑制永远不再求爱 应该 所谓的 成年人的感情生活 是以 虚爱为主 不是以被爱为主 主动去爱人 到最后就是 博爱同生 那这个是需要有一种 爱的一个 这个爱心的维护跟爱能的肺炎 才能够呢 不再能够无私的爱人 而且能够有效的爱导人 这个时候呢 过渡过去 但如果你不能够过渡过去 最主要是爱新鲜 与生俱来 爱人难力 点点滴滴 都要后天磨练而来 你没有付出这个磨练的努力 你得不到爱人难力 爱不成就是挫折 那这边 上过去就是脆弱的自尊 这个爱不成就是反弹为 让自己受伤的哀然活动 爱不成就是自我的一种止路 那会构成一种自我的怀疑 自我的否定 于是呢 这个时候才会掉到负面 负面我们称叫积极的被动 那个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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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一个睡眠人 那些都没有王子来闻 他就翻身起来 放出女性的魅力 吸引那些人来爱我 那就是女性的生命诱惑力、魅力 现在就喜欢讲魅力 其实魅力不是好东西 我们说过的魅力是鬼之不足 是有魔性 于是掉进了女性的魔道 这个主动的否定式是男性的魔道 积极的被动式是女性的魔道 我们这边说男性女性只是一个异象 不只指着男人跟女人 我们现在要知道 女性邪盟、良性平等 不但是男人等于男性 都是阳刚、都是歪象、都是女性 并不是女人等于女性 都是内向、都是感性、都是英勇 不是 所有人身上都有男性的成分跟女性的成分 终极理想来说 每个人都有百分之百的男性成分跟百分之百的女性成分 至少有某个部分、有某个比例 它像隐性基因一样隐藏在生命底上 没有开发出来 如果充分开发 每个人都应该是具有百分之百的男性 就是女性、外向、阳刚 跟百分之百的女性 也就是百分之百的阴柔、内向、感性 那这个百分之百 两边说完整的 它要看当下的机缘是可表现什么 它随时可以拉出来 它会成为圣之实者 是不是 所以它不要以为男性的魔刀、女性的魔刀 就以为男人跟女人 过去比较像是这样 因为过去的男人的两性的确各种极端 可是自从女性启蒙、两性平衡都已经不是 每个人都是既男既女 就她的内涵的可能而言 应该自由调配事实的表现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个全人 要完整的人格 好 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个 这边就是说 在初阶的时候 这两者是矛盾的 越往上进阶 越是这两者是相继而为一体 这个真爱要靠着真果来支持 同样的真果要靠着真爱的表现来证明 爱是自我存在更充分的证明 当然 它也是更严密的考验 这个考验就是 你们能不能碰了过种种的关卡 爱的这些考验 碰了过以后 来证明你真的有爱的能力 证明你的真我 果然是个真友 所以这两者越来越借回一体 到了无限的一个终极的时候 它们是一回事 那么这边线就是自我 自我的成长 它有两路 有上面的两项客体 我们讲义经的时候 也有提到闲挂跟横挂 闲挂就是感性 无性之感 是生命的不确定性 感情的生命的流动 横挂是生命的确定性 这是理性 不确定性跟确定性是刚好相反的 也是个相反词 也是一对对头性概念 所以当我们用一个角度 一个侧面来看的时候 只有两个侧面 这两个侧面就概念上的矛盾 所以我们要完全渗透到 回到我们的生活时存的当下 让这两者在我们时存的人生中 相继而为一体 彼此结合 互相印证 好 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个图 有发给各位 那么这个由自尊跟爱 再做一场区分 自尊的根源是自信 爱的充分的表现 是成立了人际关系 好 所以在这边 我们上次有说 由自由这个概念出发 渐渐长出了 从自由到自主到自尊到自信 自由是一个最基本的立足点 不管从自我而言 还是从爱而言都是不一样 沟通自由开始 那么以真我的行动性的 成长性的自我实现而言 它是由自由发展到自主 因为我的自由 因此我是我生活的主人 在生活中 我刻刻地做自由的判断 自由的选择 所以这个叫自主 由这边发展出自尊 自尊就是我的存在的感 自尊价价值感 意义感 价值感 真言感 这个叫自尊 这是由自由的我创造出来的 最后呢 建立了无条件的自信 无条件的自信 无条件的自信 就是真我的核心力量 自由是它的本性 这个本性 运含有它的本体的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无条件的自信 这个无条件的自信 这个无条件的自信 就是自我的肯定 完全靠我内在的力量去支持 去证明 而不靠任何外在条件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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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想这样的话来讲 就是 某谁不适的一个字 也还我 堂堂正正做个人 反正白话就是 我睡一无所有 依然顶天一地 那根本的自信 人呢 就是 无所谓 怎么都看 包括 不怕失败 不怕丢脸 不怕被别人误会 不怕被别人讥笑 最后总的来说 就是不怕死 所以整个佛家 它的重心是 如果在证这个自由的真我 最后的功夫在于了生死 就解决生死问题 就解决对死亡的恐惧 那其实就涵盖了一切的恐惧 那么你真的能够 由自由发展出自信的时候 才能回过头来 证明你的自由 也就是肯定你的自我 所谓自我自尊的进阶 就是肯定实施 是这个意思 怎么肯定 怎么自我肯定 就是我的存在 不靠任何外交条件来支持 纯粹是由我命在的力量来支持 那这样支持的自我 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存在感 意义感 价值感 尊敏感 我们成为自尊 那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 它过程中的功课 就是实时要记得 我是我生活的主人 要把我做主的地位 要回来 不能被别人牵引鼻子中 那它们重阔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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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呼叫做自由 所以由自由 自尊 自尊 自信 这个四个概念 是由自由 发展出来 充分发展 就只有要 能够 成立这个自信 所以真我的意思就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格 自由而又独立 独立就是事无一半 行有不得反求诸籍 当下即逝 那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成佛 儒家的孟子称为尽心知性知天 那尽心充分发挥心灵的内在的功能 就是建立根本自信 一个无条件的自信 然后能够建立根本的自信以后 那个自信还是真正的自信 所以我们从自信触犯这个力量 从真我这个角度能够建立他的支持他的自尊 如果你根本自信不足 你的自尊就是假的 我观察现代人 尤其现在年轻人 这个问题就是两大问题 第一个叫做高自尊低自信 因为随着人的成长 随着环境的开放 自我意识出现得越来越早 也就是越来越早满足了那个六十分的生存需求 由自然的进阶的需求就会自然浮现 那以前人终生老苦都是景康温饱 所以自由的需求都一直隐藏 因为一辈子都在偶尚 现在三岁他就已经吃饱了 五岁他就已经不想吃了 以前呢 你要这个父母要能够让孩子听话很简单 你不听话 不准吃晚饭 马上听话 你现在还说 你不准吃晚饭 我才不要吃 饱得很 冰箱里有好多东西 你不准吃晚饭 我自己开明就有了 因为他不饿嘛 不饿以后呢 他的自由的需求就不出现 所以现在人 尤其现在年轻人 自我意识出现得非常早 但是没有做心性修养 没有培养出根本的自信 来积出他的自尊 就他的自尊成为脆弱的自尊 非常容易受伤 尤其到了青春期 国中 你对他亲不得重不得 说重一句话 他一刻在你面前跳楼 没办法 他只有这个办法 激烈的抗力 不能没有能力去压倒别人 只好伤害自己 这个大陆啊 因为在经济上极其直追 而人文树养了一朗黄蜀 所以每个父母都往这参拥 因为一胎化 光是考上一个好高中 就已经压力无限大 所以他们的小学生 中学生 自杀 是 非常的 数字惊人 而且尤其是成交 每次都第一名的 更容易受伤 就是高自尊 低自信 这个是 由自我的最结实的核心 就是由自由逐渐发展出来自信 支撑他的自尊 表现他的真理 这是一个方面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这个自信呢 可以呢 衍生出 原来人真正有内在的 其实的人格力量 人才有资格 才有能力去拿一遍 所谓 这个 爱心与生俱来 但是爱人能力呢 点底滴滴 都叫后天磨练来的 为什么 能够在后天的生活 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其实是日用轮才 在人际关系中 去磨练出爱人的能力 其实啊 这个爱人能力的基础 依然是无条件自信 无条件自信 包括什么都不怕 包括不怕失败 不怕错 原来所有爱人能力 都是不断在人际关系中犯错 从错中领悟 去反省 去调整 去改过 才懂得什么是爱 才明白要如何去爱 才明白爱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爱 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在爱人的这个经验中 不管是犯了多少挫折 得了多少挫折 这个爱人的信念始终没有怀疑 那所谓的内在的力量主要是心力 心意 这个心意呢 表现出来 就是我说的 我的奇惠 就是当你跟一个人说我爱你 其实一直就是我爱全世界 一定只相遇于我爱众生 也就是说 爱是一种永恒普遍的真理 就跟自由是有永恒普遍的真理 人不可能不自由 人生来就是自由 连人的不自由 都是人基于他的自由意志 所做出的选择 是人因为选择放弃自由 他才会变得不自由 所以人不可能不自由 所以当你觉得不自由的时候 不要怨天有人 不管别人的事 全是你自己的选择 同样的 爱也是个普遍永恒的人性真理 这个所谓人之性善 落实下来就落实爱上面 如果只有一个人在荒岛 没有什么善不善 所以所谓的善 一定会在人际关系上说 也就是说 所有人际关系 都必然基于爱而成立 如果没有爱 就没有人际关系 如果没有爱 就没有人际关系 就是假的 骗人的 那人不可与鸟兽同群 孔子说 无非诗人之徒 而谁语呢 这段基诗人之徒 孔子没说 言下自己说 他们可能狗屁倒灶 乱七八糟 可能都是一些小奸小白 大队 甚至是十恶不赦的人 在你面前 你要不要爱他 我不爱他们 我爱谁 无非诗人之徒语 而谁语 我不爱这些人 难道我们却爱宠物吗 新人想逃避爱 因为爱人很难 就是爱猫狗 现在那个猫狗的那个待遇 原理真正的儿女 要来得更好 真的心甘倒背 家人 坦白说 我打不过很好 我保留 当然我也同情 同情什么 人没有爱人的能力 只要用这个暂时甜度 但你不能把这当永远的 要在这个暂时甜度当中发现 你为什么不能爱人 只能爱宠物 因为爱人能力不足 要赶快来培养爱人能力 那我在猫狗身上 培养爱人能力行不行 我告诉你不行 为什么 因为猫狗没有心 爱猫狗很容易 你怎么爱它 它就像镜子要反映给你 所以没什么难 爱人才是难的 因为它有心 它的心是一个自由无限性 因此它有自由 就有自尊 你不然一厢情愿用你自己的方式来爱它 你要问对方是不是乐意接受 但猫狗不用问这个 猫我这样对你 你接受吗 没走回去 所以不能用爱猫狗替代爱人 你就只能在爱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上面 不断地反省 不断地觉悟 不断地磨练 但重要一点就是 无论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既然是遇到了 都一定是爱着关系 我就试着去爱他 而对方呢 不以爱回报 就是所谓狗摇离动病 不适好人心 所谓恩将丑不途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灰心 也会不会不平 也会不会觉得伪失 如果会 表示你不懂答案 表示你没有真的爱他 原来你爱他只是在那边投资 跟猫狗是他可以投资哦 你对那个狗投资够了以后 他就是死众啊 乌克兰有那个主人死了 那个狗就 有手在那边不走 所以对于宠物是可以投资的 对人一般能投资的概念 能投资的概念 你早晚发现血本无贵 而且他还是干爬进 很僵臭暴 到这个时候我依然肯定不爱他 这才能证明你真的懂得爱 所以呢 不爱众生 没有一个人不爱 那这包括那个大魔头也爱吗 也爱 我以前常举的例子就是 希特勒毛泽东 我现在大陆上课的时候 就不方便说毛泽东 连毛泽东这样大魔头 我一样爱 所以我才说其实我很爱小英 他不知道我很爱他 因为毛泽东 希特勒 这个 这个 普丁我都爱 相比起来小英算什么 还能不爱你吗 所以我们对所有人都爱 因此呢你知道啊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怎么磨练 很奇怪哦 你不爱一个人 这距离 彼此都是彬彬有礼 因为都是角色扮演 应酬就是了 真的是肯定爱的关系 很奇怪哦 对方就开始越出他的礼教 表现出他的真性情 真性情不是合理的真实的心结 而是他的生命感情的真实面貌 可能就是受伤 他平常都压着 不敢表现 又在一个什么 他信任的人面前 说爱他的人面前 他去放心 那个长久压抑的生命的 过去的创伤 过去的那些黑暗面 那些立根性 都在爱的人面前爆发 如果你大肆死亡 怎么你是这样一个人 对方会非常受伤 你不是说爱我吗 那种反而正面部很信赖的 很放心的表现的时候 你就这样批判我 那你说什么我爱你 所以碰到这边的时候 依然此之不一样 我以前也曾经这样亲近的 陪伴辅导一个人 每次碰到这些发飙的时候 其实当年我跟文烈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说不定时发飙 那时候我们的术语叫做发电 又发电 发电就是他的不安全感 他过去的阴影创伤有了 碰到这个人的时候 我做一句话 我爱你之心从来没变 我们要很肯定 很清楚 绝对 说这个话 所以当我们跟一个人说 我爱你就是永远爱你 当爱的方式可以有各种的调整 爱心不变 但是爱的方式千千万万 我们要找到一个能通的方式 把这个爱的心能够伸过去 尤其当对方有意无意 用种种不合理的发飙啊 无疑取闹啊 恩将丑包啊 来考验你 这个是小孩啊 撒娇耍耍耐就已经是这样了 这个小孩为什么要撒娇 我乖我听话 妈妈爱我 不舍 不舍 我捣蛋呢 我不听话呢 看你还爱不爱我 测试服务 当然小孩子的测试点到为止 他就满足了 可是受伤的人 那个测试是一层就一层 通过这关 他一方面很无缩 一方面又觉得 这个考验不够难 再难得你还能吗 所以不断不断地测试你的底线 我被不少人测试过底线 就体会到 无论怎么样都说 我爱你的心从来留别 这样才能够过关 才能帮助一个人 从怀疑中 扭转 帮助他 从严重的创伤中 痊愿 这就是爱的力量 所以爱的力量根源 你就没有根本自信 这根本的经理包括说 爱是一个无私的 这完全不是为我自己着想 我只是为你着想 我没有问我这样 可以得到什么利益 没有 甚至说因为这样子我会更了解爱 更增长我爱的能力跟智慧 连这个想法都不应该有 所以你为什么爱我 没有为什么 我真的爱你 我何德何能 我没有需要你有什么有德有能 我没有需要你有什么有德有能 因为你是个人啊 每一个人都应该被珍惜 那天下来那么多你怎么争取那么多人 我们无缘争取他 你为什么会爱我我没有爱别人 因为跟你有缘啊 因为遇到了我没有遇到别人啊 有时候该先遇到谁 都爱谁啊 那其他人呢 对不起我能力有限呢 都只好玩具 对不对 因为这个挂号也有限度嘛 挂满二十个就前面不能挂的嘛 所以爱人的心也是从自信过来的 首先就是肯定那个爱心永远不变 在这个前提下呢 才能够通过一次一次的考验 无论出爱能 所以我们从自信横的衍生出爱 而且还包括爱心跟爱能 有爱心也有不断成长的爱能 才真正能够创造人际关系 所以旺散创造人际关系 那么也包括可以重建 如果那个人际关系呢 有过某种的周子 误会 所以恩怨 也有 我以前也有学生嘛 跟我绝交三次 又三次复交 反正我都是自来自去 你要来欢迎 你要走不留 在外面绕一圈 就觉得还是会来做 过一阵子就受不了 你走没问题 那我们再来 那我们再来 三次 三次 那也有呢 断了 这个讯息十年 最近有一位 断了讯息十六年的 要重现联络 让我详细小荣语 在绝情谷底也是十六年 所以等到阳果 有机会再见 这个都是叫未了的案 还没有结案 有很多 能不能结不知道 要看机缘 可是不管线上有没有机会结案 我心中的爱永远不变 什么叫结案 结案就是他 真的是所有的误会冰释 而他真的走上能够独一自己成长的路 真的爱到 这个才经历真正的人际关系 所以 由自信有两条路 然后这个时候 自尊跟人际关系才有一个另外的关系 就是自尊一方面可以由内在的自信来支持 但是当我们的自尊还在炙弱的阶段 他的那个内在自信还没有从能发展出来的时候 是靠着被爱来支养的 所以他要靠一个好的人际关系 最重要就是亲子关系 来支养 当然如果等到真的到了上面 自尊跟爱是一回事 所以自尊跟人际关系也是一回事 在一个美好的相爱的关系中 每根的自尊都是充实饱满 同样的也因为每根的自尊都充实饱满 所以他也可以去有机会 让人际关系能够得到非常温暖的一个发展 当然这个不是自尊直接去支持这个人际关系 而是自尊反求夫妻回照自信 由自信发展出无私的爱心跟充沛的爱能 然后去创造人际关系 需要经过这么一个曲折 如果没有经过这样一个曲折的印证 那自尊直接作用于人际关系 那个自尊如果是个假自尊 如果是一个高自尊而低自信的自尊 他会反而伤害了人际关系 那伤害了人际关系也就是伤害了爱 所以我们简单说 人的自尊常是被爱受伤 因为那个爱是假爱 同样的人的爱是被自尊受伤 因为那个自尊是个假自尊 可是那样讲太简约了 所以我们要再补充一个这样的图 能够要更周到的说明 自尊怎么样可以支持了人际关系 要通过反修处伤 问你的自尊是真还是假的 真的就是你有自信在自尊 然后通过自信才能够无私的爱人 你能够无私安全地建议真正的人际关系 这是自尊支持人际关系的方式 要进入这么一个周折 否则直接的时候 那个自尊身份不明 不知是真是假 所以你直接相信一个人 很可能就会被对方 因为你的信任被对方招打 反而受到对方的伤害 可能不懂得有他的内战 其实就以为对方说 我完全全副生命放在他身上 太危险 所以我们再设计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图来表示 那前面有一些说明了 自尊以自信为本 一定是以自信为本 无本的自尊是假自尊 脆弱的自尊 所谓高自尊、低自尊 不足以支持人际关系 反而容易被人际关系受伤害 那人际关系呢 就需要用爱来创造 有爱才有人际关系 无缘的人际关系 是假的人际关系 就是所谓的虚情假意 不足以滋养人 反而会被人的自私受破坏 就是所谓有爱心无爱能 没有爱能能力的时候 那个爱心没法实现 这样子的轻率建立的人际关系 是会被破坏 而爱人是由自信所衍生 所以自信是一切的总根源 所以碰到所有人的人生问题 一个总答案都是 就是免疫它建议它 要建立独立人格 培养根本自信 这是所有人生问题的重答案 直接的间接的曲折的都回到这句话 要建立独立人格 独立人格的内涵就是 培养根本自信 如果没有根本自信 你的自尊是假的 你的自我是假的 你的爱是假的 也是情成人际关系 也是假的 这没有用 那自尊 可以直接由自信支持 而写特立独行的傲暗想 我不需要任何的人际关系 不需要任何人的爱 不需要任何人的支持 我自己就够 就会写出一个特立独行 有独立人格 这个气象叫傲暗 也可以借着有爱的人际关系来滋养 这个气象更温暖更美好 它会显出如鱼得水的自在想 也可以显出多采多知的丰富想 我跟我内人在一起 结婚已经50年 明天就是我们结婚50周年纪念 可是我们有什么仪式的没有 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活动的没有 大概就是在家里一起看部电影 但会不会太平淡 当我们一年364天都平淡 那天就不能平淡 如果我们一年364天都很丰富 都很自在 那今天也就无必有什么特别 我们已经越来越 凡是百的乐意 会对方做任何事 然后晚上睡觉躺下说 哎呀 忘记了拿我的那个微脖子的时候 没问题过去 因为他说 手气都进来 进来 明天不跟你去 我吃完饭了 洗碗肠很有趣 他说我来洗啊 也说你不要抢了洗 我说没关系了 我洗也可以 那既然你这么说 就给你洗吧 都没有问题 我们全部 尤其到了这把年纪 没有什么外面的工作 什么等等的压力 我们都会完全自由调配 原来真实美好的 没有别的 就是生活本身 就是生活本身 大家会说 你一经怎么还不动手写 所有家事我来做 你赶快去写书 说是这么说 事实上还是生活最重要 自信既然是一切的总根源 所以建立独立人格 培养根本自信 就是人生修行的核心 也是人生修行的起点 这方子说的 学会制造无大 休息放弃和移民 或者是大学 里面说的 自天子以至于素人 一世借以修身为人 修身为人 就是建立独立人格 培养根本自信 这是一切自我的 自信力量 也是一切美好的 人际关系的形成 构成的因素 这是个总答案 所以要在自信上 好 我们就以这个图 补充的上面这个图 未尽之处 然后我们要印证的 经典就是 论语学第一场 我们休息十分钟 再来讲这一场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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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